中国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圆满结束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论坛之一 后疫情时代 各国都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达成广泛合作 然而 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 一位美国专家发表了一些荒谬的言论 声称中国如果他不敢战斗 中美应该向中国历史上的辽宋学习 并签署禅渊之盟 不过 北宋时期的结果 中国人很清楚 这个时候 美国为专家提出所谓的禅渊之盟 目的何在 它的深层含义是什么 禅渊联盟的由来 此话一出 不少中国网友都坐不住了 因为辽宋签署的禅渊之盟 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妥协对北宋的羞辱 当时的背景下 辽圣宗与萧太后率领辽军南下 向宋朝宣战 宋真宗曾考虑过逃跑 但首相扣准坚持要与辽国对峙 因此 尽管不情愿 宋真宗仍然指挥了禅州的战斗 在宋朝军民的共同努力下 积住强大的武器 辽军陷入恐惧 多次与失败交战 因此辽国的投降将军王继忠 舒服辽太后与大宋议和 辽太后担心辽国被敌人夹击 主动向宋朝求和 宋真宗本来不想挑起战争 但面对敌人的示好 自然同意和谈 虽然扣准 杨延昭等人强烈反对 但无法改变宋真宗的决心 于是 宋朝派使者曹丽到辽营和谈 并约定每年赔偿辽国白银十万两 卷布二十万匹 这是缠冤之盟 这个盟约被视为屈辱 有几个原因 首先 胜利者宋朝竟然赔偿辽国的财产 这是荒谬和屈辱的 其次 这个盟约使其他国家意识到宋朝的弱点 进一步觊觎他的领土和财富 再加上短暂的和平 使宋朝后的几位皇帝放松了警惕 军队撤离 将军被冷落 文官掌权 对宋朝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此 缠冤之盟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北宋的无奈妥协 对宋朝带来了负面影响 虽然这段历史与当前的历史并不完全相同 但引用这个例子来暗示中国应该屈服于压力和妥协 而忽略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经验可能是不恰当的 当今世界 各国应本着平等互利 共赢原则 推动经济复苏和全球发展不断取得进步 那么 为什么这个美国专家知道说这样的话会冒犯中国 他为什么还要以此为例呢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缠冤之盟的历史背景 虽然宋真宗签署缠冤之盟并赔偿辽辽国的行为看似不合理 但我们也需要了解当时的情况 宋真宗原因他急于与辽国讲和 因为他要面对来自辽国的军队威胁 而且他不确定辽国的实力和战争的结果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 他不愿轻举妄动 因为军事冲突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损失 另外 辽国的萧太后也担心宋朝的强硬态度会导致持久战 使辽国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因此双方都希望通过和谈解决分歧 确保各自的利益和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很快达成仪式并签署了缠冤之盟 虽然缠冤之盟在补偿上让宋朝受到了一些损失 但从长远来看 这个盟约确实带来了200年的相对和平 促进了宋辽两国人民的交流与贸易 为两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 同时和平让宋朝更专注于国内政和的文化发展 为后来的宋代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历史是多方面的 不同的人可能对统一事件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中国族人来说 缠冤之盟确实是屈辱的象征 因为他们不仅失去了一定的财富 因此 这位美国专家在以缠冤之盟为历史 只着眼于关注经济发展方面 而忽略了历史背景和中国民众对事件的情绪反应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讨论争议 如今的中国不是当时的宋朝 我们要看到历史的利弊 这个美国专家只知道一件事 而不知道另一件事 这对宋聊的缠冤之盟理解不算过于片面 引来不少议论 事实上 合作 和平 共存是双方唯一的出路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节日 我们都要学会忍让 在颠簸面前寻求战略双赢 李克强时事国务院总理曾经说过 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方面存在差异 彼此相处难免会有矛盾和分歧 有时甚至会比较尖锐 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这些分歧 中美两国人民都拥有智慧和能力 双方应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并通过对话和沟通来寻求共识 我们希望中美能够开展多领域 多层次的对话 即使一时无法达成共识 也可以交换意见 增进现任 事宜解惑 有助于管控和化解分歧 促进中美关系走向战略双赢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